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婷更加坚定了要和继星走到一块 但继星却退缩了 他有点害怕 不敢倾尽所有 却投入到下一段感情中 但韩婷的真心和坚持不懈 还是让继星放下了心中的戒备 答应了做韩婷的女朋友 眼看两人发展越来越好 和韩婷撕破脸的韩婷就越不甘心 找到继星挑拨离间 让继星觉得韩婷自始至终都是利用他 可如果韩婷真的把星辰当作一颗棋子的话 他不会在继星向别人融资后 大费周章地把星辰给抢回来 带领继星成长 当看到继星如此决绝后 他也不会解释太多 两人因此分手 而韩婷为了争夺继承权 不惜绑架继星用来威胁韩婷 韩婷一下就慌了 继星在他心里的位置已经超越了所有 他一定要保证继星是安全的 于是孤身一人前去救他 继星看到韩婷的那一刻 眼泪彻底绷不住 他恨自己误会了韩婷 韩婷为了保护他 直接把他抱入怀中 自己被歹徒暴揍 最后还坠楼了 太虐心了吧 不过韩婷也是将计就计 毁掉了韩婷的计划 让爷爷看清了韩婷的嘴脸 让他彻底失去继承权 继星与韩婷也和好了 感情更加深了